前情提要 蛋哥與甲尾勒跟白蛋前往貓戒 因此大家都買了自己想穿的貓咪裝 經過了白蛋和刺血祭的審核後 大家都達到了去貓戒需要的條件 於是全家正式著裝完畢啦 正片開始 準備出發之時 蛋哥以後的問白蛋 白蛋啊 你的外表除了眼睛之外 看起來就是一個正常的人類啊 為什麼是屬於貓戒的種族啊 蛋哥剛問完 白蛋就得意的笑了一下 並且露出了它一直都沒有露出的部位 哇 是真的貓咪尾巴耶 太猛了吧 你什麼時候長的啊 我記得小時候跟你一起洗澡的時候 還沒有看到啊 聽到一起洗澡這句話 曾子和刺血祭不禁腦補了一下 那個禁忌的畫面 聽白蛋解釋後 原來這是白蛋去貓戒修煉 修煉有成而長出來的尾巴喔 這時蛋爸跳了出來 不知道 我這輩子一直有個疑惑 我一直在想啊 如果人類長尾巴 會從屁股上面長出來 還是屁股中間呢 讓巴比看一下解惑一下好不好 屁股 蛋爸話還沒說完 就被蛋媽海卡了一群 白蛋看了看時間 發現時候不早了 那個東西差不多要來了 於是就按刺血機帶著一行人來到了屋頂 一夾子大包小包的站在屋頂上面 蛋爸興奮的問 村長 我沒有看到什麼路口啊 我們要怎麼去貓戒啊 白蛋笑著指了指蛋爸他們身後 一隻比房子還巨大的三眼黑貓 早已站在牠們後面 大家都被這隻貓的鐵型給震責唇 也對了 這個折制 國文很常考文 還沒考過的記得作筆記一下 這是一隻平常人看不到的巨型傳送貓 專門負責傳送貓戒巴薩來往於貓戒與人間界 巨貓張開了可愛的嘴巴 像是在等待牠們進入 蛋爸因為覺得很酷 就迫不及待的想要進去 蛋劍狀趕緊制止了牠 因為雖然貓戒巴薩能夠自由進入 但是一般人類想要進去巨貓嘴裡傳送到貓戒 就必須要獻上這隻巨貓喜歡吃的食物 如果人類獻上的食物不是巨貓喜歡吃的 或是根本沒有獻上食物就進去 那進入牠的嘴裡就不會傳送到貓戒 而是會傳送到巨貓的胃油被強酸給融化掉喔 蛋爸聽完後打了個忍戰 那不就還好我沒進去 唉白蛋你幹嘛阻止老爸 就讓牠進去被吃掉就好啦 搞不好是巨貓愛吃的食物 這樣我們就不用獻上食物了耶 我怎麼會生出一種不孝子 於是白蛋拿出了巨貓喜歡吃的食物 要蛋哥牠們放到巨貓的嘴裡 巨貓將牠們獻上的食物吃了進去 滿足的又張開了嘴 然後蛋哥一家便跟著白蛋進到了巨貓的嘴裡 隨著巨貓緩緩閉上了嘴巴 蛋哥的意思也逐漸模糊 你好 現在我們在你的夢裡面歐喵 由於傳送需要一段時間 這裡就有我夢喵為你做一個小小的介紹 以及帶你了解進入貓界所需要遵守的規則歐喵 聽完介紹之後 您可以選擇播放寮日貓咪影片 或是我們也有夢境專屬的性感小野貓陪你聊天喔 心…性感小野貓 終於等到了 夢裡的時間彷彿過了好幾個小時 隨著一道白光 大家睜開了雙眼 映入大家眼鈴的是 牠們嚮往已久的貓界 謝謝 大哥 醒不醒啊 怎麼了 發生了什麼事 只見蛋爸擋在巨貓的舌頭上 怎麼搖都搖不醒 蛋媽以為老公發生了什麼事了 趕緊叫蛋哥他們來幫忙 蛋哥觀察了一下說 老爸的臉都紅到布偶頭套外了 該不會是中暑了吧 看來這個布偶套裝可能真的太悶了 蛋媽聽到趕緊把蛋爸的布偶頭套拿掉 只見蛋爸滿眼通紅喘著氣 看起來真的像是中暑一樣 但卻有一點很奇怪 就是蛋爸笑得很猥褻 怎麼辦 野貓是不是中暑太嚴重 你們看到水球彎彎的 但是大家貌似都推測到了同個方向 看這個臉 老爸該不會是在做春夢吧 不知道是做了什麼夢 居然不想醒來 要跟老媽說老爸做春夢嗎 算了 我爸講了老爸會直接在睡夢中被老媽掐死 於是蛋哥就對蛋媽說 老媽 我看老爸應該是最近太累了 就讓他多休息十分鐘好了 但是 蛋媽卻還是很擔心蛋爸的狀況 哎呀 放心啦老媽 老爸應該也許真的只是累了 不 不信你問白蛋 是不是有些人來貓界都會因為太累而沒有醒來 看到蛋哥暗示著眼神 白蛋配合著點了點頭 雖然他從來沒有遇過這種醒不來的 老爸還真的是第一個 蛋哥其實也很傻眼 老爸 你看人家老媽這麼擔心你 等人起來要好好解釋啊 於是大家決定得老爸十分鐘看能不能醒來 那究竟蛋爸怎麼了呢 讓我們回到剛出發的時候來一窺蛋爸的夢境吧 只見在蛋爸的夢中 他正跟性感小野貓在爭氣室裡 比賽著蹲馬步啊 在旁邊的夢喵也很傻眼 阿咧 我還是第一次看到這種奇怪要求的客人了沒有 哼哼 我從小到大的夢想 就是跟小野貓來一場激烈的蹲馬步比賽呢 沒想到居然能在夢中實現啊 哼哼 為了讓比賽更刺激 我還把場地設在很熱的蒸氣室呢 只見過了十分鐘 小野貓一副快撐不住的樣子 蛋爸卻依然看起來神色自弱 哼哼哼 你也就這整能耐嗎 看來你們貓咪強壯有彈性的腿 也沒事謀罵 小野貓聽到蛋爸的嗆聲 覺得不甘心 於是繼續撐著 又過了二十分鐘 夢喵提醒他們快到貓界了 此時小野貓跟蛋爸都快撐不住了 但他們都靠著一個不想輸的意志支撐著 一個不想輸給自己夢想中的敵人 一個則是不想輸給看起來就很廢的周年大叔 於是又過了十分鐘 此時夢喵已經著急的吹著蛋爸趕緊醒來 因為大家都已經醒來了 只剩蛋爸 但是蛋爸依然堅持比完這場 都...都比到這個地方了 不...不定出勝負 我是不會醒來的 見到兩方都這麼堅持 夢喵也被感動開始幫他們加油 最終小野貓支撐不住倒下了 蛋爸終於完成了一直以來的夢想 他對著小野貓說 呵呵...這麼快就不行了小野貓 不過還是謝謝你 這真是...一個最棒的體驗啊 這麼快就不行了是什麼意思啊 嗯? 什麼小野貓?什麼最棒的體驗? 為我那麼擔心你 不...不是啦寶婆 不是你想的那樣啦 那一瞬間 蛋爸以為自己已經粉碎性骨折升天了 但...蛋媽的拳頭卻打到了他的身旁 蛋爸實力逃生 嚇得魂都快飛了 只見蛋媽滿眼吃醋的盯著蛋爸 好...我就給你10秒解釋 怎麼會有小野貓 就...就是那個...我前幾集有說 我的夢想就是見到小野貓嘛 那剛好夢裡有小野貓我就想說見識一下啊 見識一下就算了 那為什麼你的臉那麼紅還流這麼多汗呢 是不是在夢裡做什麼虧心事啊 沒有沒有...真的沒有 我只是跟小野貓在蒸汽室裡面比賽蹲馬步而已啊 什麼嘛 你們只是在蒸汽室裡面蹲馬步啊 嘿啊...最後我贏了呢 很棒啊 你以為老梁會信你這種鬼話嗎 蹲馬步 你們真的要相信這個人是在夢裡蹲馬步的舉手 結果在場無人舉手 大家都覺得蛋爸在唬爛 你們要相信我啊 我雖然平常很愛唬爛 但這種攸關生死的情況 我是不會亂唬爛的啊 兒子啊 你也幫忙說說話啊 唉...老爸 我原本想幫你講話的 可是你偏偏講個蹲馬步 誰會在夢裡蹲馬步啊 讓人覺得更可疑了啊 可惡啊 天上太愛唬爛 導致現在認真講 大家都不想相信我 正當蛋爸無從便解之時 一隻黑貓從旁邊走了出來 黑貓轉身一遍 變成了夢喵 咦...客人你們還沒走啊 剛剛的服務不周到嗎 太好了了 唯一的真人出現了 夢喵 你要幫我說說話啊 我跟小野貓真的是清白的 你都要看到吧 啊...我只能說剛剛真的是很激烈 從沒有客人提出這種要求過 我都不忍止謝了 雖然一開始 小野貓並沒有很想要 但由於你堅持著讓小野貓做 因此到最後 我們的小野貓也體會到 全所有的快感了 還有 你可真是持久的客人 佩服佩服啊 恩...慘了 這是我真的時間了 正當蛋媽的順路鐵拳 準備飛向蛋霸的時候 夢喵又接著說 下次也教我怎麼蹲馬步好不好 蹲馬步 你是說他真的在夢裡蹲馬步嗎 對啊 我剛剛就是這樣說的啊 你剛剛的說法 差點害我生天你知道嗎 總之既然是誤會一場 蛋媽感到抱歉的說 好吧 好吧 既然夢喵都這麼說了 我就姑且相信你吧 那為了補償你 這可是老婆你說的喔 於是一場鬧劇結束 時間也不早了 白蛋就帶著大家 來到了貓鳥居前面 面對牠們的 是看起來永無直徑的階梯 只要通過這個階梯 就會正式進入貓界 但 大家都被這個階梯的長度 給震責到了 這時 一團白色的綿莊物 降到了大家的眼前 是貓形狀的雲 但看起來有點年紀 原來這是貓界巴薩 才能享有的領域 只要乘坐這個貓形雲 不用走樓梯 就可以到達貓界喔 太好了 要是真的走這個樓梯的話 我腿一定會斷掉啊 於是白蛋便讓大家都坐了上去 但是 蛋爸卻坐了個空 跌在地上 奇怪 大家都坐上去了 為什麼我坐不上去 你屁股都是汗 很噁心 麻煩你自己用走了 謝謝 不是吧 大家都要這樣搞我嗎 作者大人啊 行行好吧 我這把老骨頭了 每天拼死拼活也活這個家 現在居然只有我自己人要走樓梯 嗚呼愛哉啊 孤獨的中年大叔啊 正當蛋爸哀嚎自己 突然間 天空發出了一道金光 金光中降下的 居然是 作者的手 原來是作者 也就是我 也看不下去了 所以我決定 送蛋爸一個禮物幫助他 嗚呼呼呼 太好了 是不是什麼 廢天道具之類的 蛋爸迫不及待的 打開了禮物 我 是 登山鞋跟鬼杖 你耍我啊作者 我穿這樣是要怎麼穿登山鞋啦 哼 欸你還敢笑啊 都是你這朵潔屁雲害的啦 我不是潔屁雲 我是雲喵 謝謝 這朵雲怎麼這麼欠扁 唉 真是哪裡沒辦法 看著你被誤會做春夢 還被作者大人惡搞的份上 我就來靜一下孝道吧 老爸 我和真子陪你一起走這個階梯吧 白蛋 你和四血雞就帶著老媽 信到貓界等我們吧 我們隨後就到 你們 我真是太感動了 來 爸爸抱一下 不要 都是漢 為了指引蛋爸 他們順利到達貓界 白蛋請雲喵先分裂出一朵 小雲喵給他們 作為一路上的向導 於是兩組人馬就分批出發啦 雲喵先載著白蛋他們 飛也是的往上飛 一下子就不見了蹤影 蛋哥和真子也陪著蛋爸 開始爬這座超長階梯 結果 才爬了五分鐘 蛋爸已經蠢得跟快掛掉一樣 奇怪 為什麼到貓界 還要爬那麼長的階梯啊 這是必要的喔 這個階梯這麼長 是為了防止心存惡戀的生物入侵 如果您心存三年 大概三十分鐘就回到他頂籌 但如果你心裡有一隻隻壞戀頭 哪怕是走一百年 你也會發現怎麼走都走不到盡頭 而且 就算後悔想往回走 也回歸到出發點了 那 那麼就會永遠會在這裡 沒錯喔 因此 請小心你的左邊啊 客人 蛋爸轉頭一看 可見 就有兩個人影 兇惡的朝蛋爸衝了過來 嚇著蛋爸一邊尖叫一邊抱住了頭 蛋哥和爭子趕緊衝上前 互助蛋爸 但大家想也沒想到 這些人居然鋪了個空 從他們身上穿了過去 後期失敗的他們 只好若慌而逃 怎麼回事 他們為什麼拋不到我們 他們就是徘徊於這個階梯間 出不去的遊魂啊 我們稱為 龍中鼠 剛剛那兩個人 因為心存惡念想要前往貓界偷東西 因此被永遠困在這個階梯間 因為惡念一直未消 以至於他們的實體 也逐漸消失 最後會化為周遭的漁物 被我雲苗先洗手掉哦 原來是這樣 那也太恐怖了吧 老爸 陳子 希望我們走得出去 時間又過了30分鐘 白蛋他們已經抵達了許久 正在填寫訪客資料 但要大家都到 才能通過貓界守眠的檢查 於是白蛋讓大媽坐在一旁嚕貓等待 他和刺血機去接蛋給他們 他們在階梯頂層等了10分鐘後 終於看見了人影 我...我怪不起來 不要管我了 真...真正點了老爸 我們快到了 時間蒸蛋鳥的 或者淚成一台爛臉的蛋把 患患的爬上了最後幾層階梯 白蛋健壯乾淨前去幫忙攙扶 踩上最後一層階梯後 蛋把淚能趴在了頂上 雖然喘到怪獅王 但他卻感到很有成就感 於是他勉強的趴了起來說 老婆 我成功爬上來了 快來稱讚我啊 等等 我老婆前面那個人是誰 只見大媽居然被一隻貓 壁凍在了牆上 這位楚楚動貓的小姐 要不要跟我去貓壁咖啡廳 喝一杯貓不清呢 順便嘗嘗我們美好的未來呢 好...好快的速度 我差一大一段時間 前面他公主放在這個牆壁中了 只見灰貓臭鏡 秀了秀淡媽 似乎露出了滿意的笑容 這位漂亮的小姐 要不要跟我出去兜兜風認識一下 看你孤獨在這 想必是單身母貓吧 謝謝你的好意 但我已經結婚了 噓...不用再這樣欺騙自己了 我才是你真正的命中注定 喂...放開你拿又毛又灰的手 否則我不客氣了 嘿喲...這是哪裡來的醜八怪橘貓啊 走開走開 汗圍都飄過來了 不要臭到我美麗的 說實實那是怪 彈泡突然以迅雷不及也惡的速度 靠不由情的將灰貓壓倒在地 我已經提醒過你了 放開你拿又毛又臭的手 和你偏偏不聽 那我也不客氣了 這傢伙...不是貓... 這傢伙全都是汗...好噁啊... 灰貓想掙脫 卻發現自己竟然完全無法動彈 可惡啊... 刀被壓在屁股下面拔不了 好熟練的琴拿樹啊... 這傢伙到底是何方神聖 想掙脫嗎...很痛苦嗎... 先跟我老婆道歉啊... 看到蛋爸這個樣子 蛋哥他們並不意外 老爸雖然平常像個洛基一樣 但他可是世人俗稱的... 護妻狂魔啊... 之前那些搭訕或是調戲我媽的男人 都被進入戰鬥模式的老爸直接KO 因為...大家都不知道 他以前可是學過巴西老樹的專家啊... 後來老婆想到搖碎才可以 可惡的人類...竟然讓我揪這麼大的臉 並以為你的活著走出貓界 正當灰貓面露胸光 準備朝蛋爸的手臂咬下去的時候 以這很強烈的殺氣從他身後竄了出來 像著灰貓汗毛直樹 動也不敢動 這個讓我討厭的味道... 是白羅刹 原來他們就是白羅刹說要帶來的人類嗎... 看來現在如果朝這個人咬下去 我的小命肯定會不跑 於是灰貓立刻轉變的態度 唉...我錯了...對不起 我不敢再當夫人一個好毛了 請你放開我吧... 你發誓...否則我不放開 哇靠...這個人類也太難搞了吧 我發誓...我發誓... 如果再對你老朋友任何非分之想 我全身矛盾掉光可以吧 再加個天打雷屁 好好好...天打雷屁...天打雷屁... 這樣你該滿意了吧 唉呀...早說嘛這位兄弟... 大家還是朋友... 對了...話說...你是誰啊... 蛤...你居然不知道我是誰... 我這貓界可是人氣王耶... 但自從這個家回來之後... 就搶走了我的風采... 白若薩... 你難道沒有跟他們介紹貓界巴薩嗎... 唉...那我就免為其然自我介紹一下吧... 本貓就是貓界巴薩之一... 叫我寒光就可以了... 會叫這個名字呢... 不僅是因為我的耳朵會發出這美麗的藍色光芒... 更是因為我的刀... 所散發出那讓鬼魂恐懼的藍... 老婆...我今天都跑上來囉... 是不是很棒...快快關我啊... 喂...至少也替我講完這障礙吧... 唉... 爆了... 你們之後就會看到我精彩的表現了... 走吧各位... 我父親在等你們了... 讓他等太久... 他可是會發飆的啊... 於是一行人通過了貓界守門員的檢查... 就準備正式進入貓界啦... 這次的6到10集賀機就到這邊結束啦... 我是大哥... 喜歡貓界的話可以在下面留言你的感想喔... 我們應該會來吧... 是幾次吧...